知名网红YouTuber勾起你心中的恶应在个人影片中对直播主连千亿进行诽谤 被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50日 他在影片中指控连千亿犯售NTF连财 甚至以千亿鬼白白嫩嫩 在监狱里面专门帮很多受刑人用嘴巴排毒等不雅言语描述连千亿在监狱中的行为 这些言论被认为足以减损连千亿的社会评价 对此,勾恶不满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但近日高等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 勾恶的判刑定验 高等法院判决书指出 勾恶在脸书上发文中的言论 暗指连千亿在监狱内替其他受刑人从事不当行为 这些言论被认为是对连千亿名誉的严重伤害 尽管勾恶便称其言论有其他含义 但法官认为其言论明显有影射之意 以触犯加重诽谤罪 全案源自于2022年4月 勾恶在脸书粉丝专页上发文诽谤连千亿 随后遭对方提告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刊验了相关文章截图 影片等是证 并认为勾恶的辩解不足以彩性 因此,二审驳回勾恶的上诉 判刑50日得一颗罚金5万元 全案确定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网红言行责任的关注 也提醒社会各界对于网络言论的规范和法律后果应予以重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